又到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不少人都會給家用 孝敬媽媽 但大家平日又會給多少錢家用呢? 算多還是少呢? 根據永明金融 2019年進行的調查 98%受訪的退休父母 都說有收過家用 當眾大約73%說 每個月都會收到 而子女給家用的中位數 大約就是6,000元港幣 調查又顯示 大約67%的受訪退休父母 和73%受訪的在職子女都認為 給家用是天經地義 而網上討論區也有網民 整合出家用計算表 大家可以計算一下 應該要給多少家用